老李今天做肉了啊 老家的肉壳子 廉制肉壳 给大家借一下原材料啊 葫芦粉 葱 姜 母羊粉 牛肉馅 面粉 泡点花椒水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咱们先和面吧 100克面粉把它做成一个烫面 高筋低筋都行 咱再要一个400克的 咱和的一共是一斤面 两克泡打粉 然后放凉水就行 是280克 这个是400克是加的是凉水 边倒边搅边炒 把它炒成面醋 老肉和的面不需要太硬 大家看吧 把这个烫面放进去 一定要把它揉均匀了 咱把它放这醒一会再颠 咱先调馅 把粉条改成段啊 煮一点啊 来这老抽 把粉条煮一点上色 软弱程度就合适就行啊 咱们现在把它倒出来 然后晾凉 咱们使的是一斤那个牛肉馅 然后咱们需要的 现在是调料要加五羊纹 两克 一克十三姜 七克盐 胡椒粉来一克 三十克姜 三十克葱 二十克花椒水 冬菇的样子来十克 老抽 小沫香油咱们加的是三十克 这样馅打出来比较滋润 骨头里边就不加盐了 咱们面点两面了啊 这是第二面 肉盒子面一定要看着筋 第一次这个面第一次醒十分钟 第二次再醒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一共十五分钟 这个粉条可以拿刀拦一下 咱们现在吃的是一斤牛肉 一斤粉条 把这个粉条和肉馅抓匀了 咱们现在把它面揪成劲啊 大家看烙肉盒子啊 在家里吧 就跟包包的这个形状差不多 你看 来个勺 哎 看到吧 喜欢吃肉可以多放那些 这挺琢磁啊 你看门丁肉饼 门丁肉饼 十个也没这大 这不用擀 一拍就行了 哪边薄 哪边那个看着馅多 你就用哪儿时间拍 你不要怕 小火啊 不用太大的火 上盖 盖上去小火三分钟吧 然后拿开盖再接着烙 在家 你要是一个人吃啊 你就 不用切 你要是说 你跟媳妇俩人都在切 要不打劲 听见声音 来 切一个啊 那些 我问您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不错 吃了点韭菜 绝了 今天老李这个肉盒嘛 降了肉 好吃不好吃呢 您得在家里边做 这是他们当地的名吃